为了帮助新住民家庭的弱势学童 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国际福伦社特别在山崇区三观国小和光兴国小 举办围棋六周的幸福小学堂课程 聘请老师为孩子进行克服 开课典礼中 福伦社特别捐赠20万元赞助款 让山崇区长刘来通相当感激 在新北地区这边有外籍配偶组成的家庭 因为他的工作起得不易 我们的工作都需要征兆 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基本的劳工 所以收入减少 在经济方面他们处于相对的弱势 我们为了要减轻他们家庭的负担 为了要照顾他们的小孩子 所以我们福伦社才有这种 发起这个计划来帮助他们 除了对于这些新住民的这些下一代 透过正规的教育体制之外 当然要靠很多一些民间的资源来帮助他们 所以像公所最近也会跟我们 这个孩子的秘密基地 我们也会挹注我们的资源 立法委员高志鹏也到场共襄证举 除了感谢福伦社友们的散举 也承诺未来会向中央争取更多预算 来协助照顾新台湾之子 今天报纸还写到生育率已经降到历史新低 如果没有这些新住民的配偶 愿意嫁到台湾 愿意生这么多的新台湾之子 台湾的生育率会更低 台湾的烧紫化会更严重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国安层级的问题 不管就烧紫化或怎么样让这些新台湾之子 能够不输在祈宝线正不得服旁贷 一定要有更多的预算跟资源来预助 幸福小学堂除了基本的客服外 还加入自信建立及团体融入等课程 由专业老师陪伴孩子快乐学习 希望每个新台湾之子 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未来的希望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如如鸿宏采访报导 quiz召ун Alain 表运 孔 感谢观看